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娱乐当中央节目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三个精彩内容的概述 首先,77岁的香港女星冯素波凭借短片《垃圾》在国际影展上获奖 谷天乐为她送上了祝贺,并且还给了她私人电话号码 这一举动再次证明了她们之间特殊的关系 接着,我们注意到了一些男明星近期的报受现象 向左和魏晨的变化尤为显著 她们的报受让外观发生了巨大改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最后,我们来谈谈歌手2024的首播情况 这一季的开场便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纳英拿下了第三名 而外国歌手则包揽了前两名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谁能代表内娱在这个舞台上赢回荣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岁月如同一把双刃剑,既雕刻着时间的痕迹 又见证了无数童星的成长与变迁 在腾讯的报道中,我们不禁感叹于岁月的力量 看着那些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童星 如今已是风华正茂的青年 徐娇,黄磊,韩永华,齐如意,谢云山,是小龙,郝绍文,张一山 这些名字或许曾经让你喜笑颜开 如今它们的变化是否还能在你的记忆中找到那个熟悉的影子 徐娇从长江七号中的男孩周小迪到如今亭亭玉丽的女孩 她的转变让人惊叹 黄磊也是从同一部电影中的男孩形象变成了青春靓丽的大美女 而韩永华曾在影片中扮演胖妞 如今却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教授 其如意曾因暖春中的小花一角而名声大噪 如今虽然事业有些不如意 但她的成长依旧值得肯定 谢云山曾经的豆丁现已成长为阳光帅气的大男孩 是小龙和郝绍文曾共同在《孝林小子》中留下深刻印象 现在一个依旧活跃在荧幕前 另一个则在学业与事业间寻找平衡 张一山从小兵张嘎到家有儿女再到于醉 她的每一次转变都让人惊喜 而在《庆余年二》中张若云和李沁的吻戏 不仅让人感受到了角色之间的爱情 更是展现了两位演员的专业 这部剧不仅延续了第一部的精彩 还在情节和感情线上都有了新的突破 让人期待 歌手2024的直播则展现了另一种魅力 凡西亚 海莱阿木 杨成林在直播的环境下 展现了他们真实的唱功 凡西亚以其强大的唱功震撼了观众 而海莱阿木和杨成林则因为直播暴露了他们的缺点 这一切都展现了直播的无情 也让观众看到了歌手们真实的一面 岁月如同一条河流 带走了过去 却也带来了新的可能 无论是童星的成长 电视剧中的爱情 还是歌手直播中的真实展现 都让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力量 岁月是把杀猪刀 但它也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每个人不同的风景 时尚巴沙年度派对一直是娱乐圈的一大盛市 今年尽管大牌不多 但明星们的出席依然光彩照人 各展风采 00后女星文琪以一席天蓝色亮片礼服亮相 虽然造型意图打造小美人鱼的灵动形象 但头型和妆容略显成熟 与礼服气场稍显不合 有趣的是 文琪在某些角度神似顺利 引发网友热议 张天爱则选择了大胆的透明纱造型 尽管造型具有挑战性 但张天爱为了这款礼服的完美呈现 付出了不少努力 而蛇诗曼的经典款型晚礼服配合她的气质和精心挑选的珠宝 展现了她的优雅与魅力 周冬雨 海青等女星也以各自的风格亮相红毯 虽然有些小瑕疵 但整体造型仍然吸引了众多目光 在庆余年二的宣传活动中 李小冉以一身简约的白色衬衣搭配牛仔裤出现 展现了她的高颜值和好气质 与其他明星相比 她的造型虽简约却成为全场焦点 展现了她独特的魅力和自我风格 李小冉的状态令人惊艳 即便没有过度的打扮或修饰 仍旧美得让人挪不开眼 这种自然而又优雅的状态 成为了活动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蒙探2024的路透照片中 孟子义以打击的造型 惊艳全场 成为了绝对的焦点 她的服装既恰到好处地展现了露肤度 又通过精致的饰品增添了华丽感 孟子义的美不仅仅体现在外表 她的整体状态和气质也得到了全网的好评 不论是饭修还是无修的照片 孟子义都美得无可挑剔 展现了她天生的妩媚与羞怯 赢得了众多网友的称赞和喜爱 这些活动和路透照片 展现了娱乐圈内外的时尚态度和美学追求 无论是红毯上的华丽礼服 还是综艺节目中的角色扮演 明星们都以各自的方式 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和风采 他们的每一次亮相 不仅是对美的追求 也是对个性和风格的表达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明星们通过各种方式 展现自己的美学观 无疑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 和心灵上的触动 在2024年的音乐综艺界 一档节目再度掀起了波澜 那便是备受期待的歌手2024 这档节目自2013年首播以来 便以其独特的模式和高水平的音乐质量 成为了观众们心中的一块胜地 然而时隔4年的重磅回归 却似乎并未能完全达到观众的高期待值 尤其是首播之后 外国歌手包揽前两名 国内知名歌手纳英 仅获得第三 引发了不少讨论和争议 首播之夜 加拿大的00后创作歌手 凡西亚以一首 《Crazy震撼》开场 展现了他成熟的台风和爆炸的高音 立刻将观众带入了一场音乐的盛宴 紧接着 来自海的另一边的湘提莫 凭借一首 《If I Ain't Got You》 完美展示了他的唱功和舞台魅力 两位外国歌手的出色表现 无疑为这个舞台设定了一个极高的标准 而对于国内的歌手来说 这次歌手2024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 纳英 杨成林 汪苏龙等知名歌手的参与 无疑是节目的一大看点 然而 面对直播的压力和高水平的竞争 即便是资深的歌手纳英 也显得有些紧张 虽然他最终以一首 莫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但也只能位列第三 杨成林和汪苏龙的表现 也颇受关注 但显然他们在选曲和舞台表现上都留有遗憾 歌手2024的首播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竞技 更是一场文化的交流 两位外国歌手的出色表现 不仅展示了他们个人的音乐才华 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魅力 而国内歌手的努力和挑战 同样值得尊重和赞赏 即便是面对直播的压力和激烈的竞争 他们依旧勇敢地站在了舞台上 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 然而在这场音乐盛宴的背后 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和争议 比如高亚林的个人丑闻 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这位在观众心中塑造了良好形象的演员 因为私生活的问题而饱受争议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对于明星个人品行的讨论 也让人们再次思考了娱乐圈的复杂和多面 歌手2024的首播既是一次音乐的盛会 也是一次文化的碰撞 它不仅展示了歌手们的音乐才华 也折射出了社会文化乃至人性的多重面貌 在这个舞台上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无论是光鲜亮丽的背后 还是不为人知的苦楚和挑战 而对于观众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场视听的享受 更是一次心灵的触动和思考 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六十届 百想艺术大赏 无疑是一场视觉盛宴 星光熠熠的红毯上 演员们的风采令人难以忽视 从腾讯报道中得知 裴秀志 金秀贤 宋仲基等明星的出现 不仅让粉丝们欢呼雀跃 也让时尚评论家们忙于记录 这些令人瞩目的时刻 裴秀志以一席眉红色礼服亮相 清新脱俗的形象和甜美的笑容 让她成为红毯上的焦点 金秀贤则以湿发造型抢镜 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帅气 而宋仲基这位曾经的男神 帅回巅峰 让人不禁为她的颜值和状态点赞 这场大赏不仅是演员们展示 时尚态度的舞台 也是他们展现个人魅力的机会 另一边 大S和巨峻夜的甜蜜逛街 被偶遇的消息 同样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 据腾讯报道 这对夫妻手牵手的温馨画面 让人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 尽管大S和巨峻夜计划推出的潮牌包包 遭到了一些网友的质疑 但他们的粉丝仍然对这对夫妻充满了支持和期待 而在广州 TVB花旦蔡思贝的现身 却引起了一些网友的抵制 从腾讯的报道中得知 尽管蔡思贝在电视剧中的表现备受争议 但他对待批评的态度却显示出了高EQ 他勇敢面对网络上的恶评 坚持做好自己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观众的看法 蔡思贝在广州超市被偶遇的消息 虽然遭到了一些网民的嘲讽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 他真人比上镜更加美丽 对他表示了支持 这些故事 无论是百想艺术大赏上的星光璀璨 还是大S与巨峻夜的甜蜜生活 亦或是蔡思贝面对批评的坚强 都展现了娱乐圈中的多样化 明星们在美光灯下的光鲜亮丽背后 也有着他们需要面对的挑战和困境 但正是这些故事 构成了娱乐圈这个大家庭丰富多彩的一面 在最近的娱乐圈中 一股明星暴瘦的风潮席卷而来 让众多粉丝和网友大跌眼镜 腾讯报道 向左因为暴瘦变得几乎认不出 被网友调侃变成了狼外婆 而魏晨的暴瘦则 则让他看起来受脱象 让人唏嘘不已 在这股暴瘦潮流中 不仅仅是向左和魏晨 还有如罗云熙 古天乐等多位明星 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他们的暴瘦不仅影响了外貌 更让人担忧他们的健康状况 另一方面 香港影视圈的宝藏女星冯素波 在77岁高龄时获得国际级影展奖项 令人钦佩 腾讯报道 古天乐作为冯素波的好友 特意发来贺电 表达了对他的祝贺 这不仅展现了古天乐 对圈内长辈的尊敬和关怀 更让外界看到了他低调行善的一面 冯素波和古天乐的这段友情 证明了娱乐圈中不乏真挚的人际关系 也展现了古天乐 作为演艺人协会会长的身后 人脉和高尚品格 在音乐界 歌手2024的首播引发了广泛关注 腾讯报道 这一季歌手采取了直播的形式 让观众能够实时听到歌手们的真实演唱 这一创新举措不仅考验了歌手们的实力 也让节目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看点 首播中 外国歌手相提墨一和凡西亚凭借出色的表现 包揽前二 而国内歌手纳英则位列第三 这一结果让人意识到 华语音乐界需要更多的实力派歌手来赢回观众的心 整体来看 无论是娱乐圈的暴受风潮 还是影视圈和音乐界的新动态 都反映出了当下娱乐文化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明星们不仅要面对外貌和身体形象的挑战 还要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努力 以实力和人品赢得公众的认可 而对于观众来说 这些故事和现象也提供了更多的思考角度 让人们能够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欣赏娱乐文化的魅力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